所以陳佩琪心情愉快嘛 他本來以為自己會被人被告嘛 結果還是證人 那有沒有可能他全盤脫出 不會 他坦承跟解答 因為他證人對於跟自身犯罪有關的事實 以及對於佩偶持續血清 他可以拒絕證言 你知道嗎 所以他可以拒絕拒絕 一個拒絕是我拒絕你來吃飯的 拒絕你跟我一起來玩的拒絕 另外一個拒絕是工具的拒 結束的結 所以叫做拒絕拒絕 他可以拒絕拒絕 如果沒有拒絕 後面那一個工具的拒跟結束的結 如果沒有拒絕就不會構成偽證罪 如果你拒絕了以後 說謊話就是偽證罪 但是有一定親屬關係的人 他怕他的老公因為這樣子被判刑的話 他可以拒絕拒絕 所以換句話講 我想不會有這個問題 他不會跟他老公和盤拖出 我覺得不太可能 我是覺得這樣啦 陳佩琪出來很開心嘛 很開心 他問完他講的答案 檢察官聽完也很開心 對啊 應該是這樣啦 五四一神清 這是我改告的講完啊 所以我就要講嘛 你這句話真有 等一下 它這句話真有玄機 拜託你再解釋清楚 就是說 比如說你現在有一條錢 你這禮拜總共會五十萬進去嘛 是 這五十萬 我確定一下是不是你先生拿給你的 是啊 是我先生拿給我的啊 對啊 你先生是一次拿五十萬給你還是分批拿的 我先生是一次拿五十萬給我的 但是我知道一次不能存那麼多 所以我分很多次存 喔 謝謝 那謝謝這個陳女士 OK 那沒有什麼問題了 跟你無關這樣 沒有什麼問題了 你可以請回 對 你連他還給我講 你說可愛小說話 他的版本跟他不一樣 你的版本不一樣 你講你的版本來 一樣 先前問過的那個存現金的就問完了嘛 然後就跟他講陳女士 這個是最後一次啦 陳女士搞不好 想問說 那我小孩子可以回來嗎 然後呢 然後小孩關就開始了 可以啊 隨時都可以回來 所以神社輕鬆 對啊 因為會笑一定是放鬆了嘛 我我我我 柯文哲你又有個版本 柯文哲一定沒救了 柯文哲一定沒救 我另外有一些 所以柯文哲是一定沒救 柯文哲是一個苦瓜年 對啊 他神社輕鬆 我另外有一個例子 另外一個版本 你看陳佩琪之前兩次被約談之後 回來幹嘛 開記者會寫臉書啊 對啊 這一次去完有沒有 沒有 笑咪咪的離開 今天沒有看到臉書 沒有啊 而且始終都是證人喔 對上一次出來開兩次記者會 第一次開兩次記者會 有沒有第二次還把那個存摺全部都弄出來 直接開live的給大家看 對不對 第二次用不是配棋體寫了兩篇的臉書 但這一次出來完全沒有 代表什麼 代表他認為他的回答 檢察官是滿意的 他是過關的 怎麼樣怎麼樣 你們有沒有其他版本 雙方都滿意嘛 我剛剛講過嘛 雙方都滿意 他所以才會露出那個輕鬆的感覺 我覺得只有檢察官放他一碼 但是柯文哲現在嘛 來 你覺得是檢察官放一碼 對啊 因為他就是 因為他舉手舉達到要的一個答案 因為他怕 其實陳佩琪最怕的就是洗錢 對 因為他的洗錢出來以後 會把他的子女拖進來 對 因為他是費錢給他的子女 費錢到他兒子的帳戶 所以他如果有洗錢 他兒子的那些錢 可能就是洗錢的帳戶 他沒有 他就是證人 他兒子小孩也可以保存 就可以從他這裡 因為他就是一個斷點 從這裡就整個翻掉了 就沒有